我要吃抓饭 作为一个新疆人 我五年没有吃抓饭了 我呢 终于吃到了心心念念的抓饭 这就是新疆抓饭 配上几块羊排 然后我又搞了两块烤肉 两串烤肉 哇爽嘛 这才是真的肉嘛 是不是 好了 准备吃 哦 跟你们说一下 我们吃抓饭都要配这种酸奶的 新疆吃抓饭配酸奶 还有这种洋葱 然后胡萝卜条 好了 这才是真正的酸奶 现在超市里买的那种 就不是个东西 早上好 真的 打了一针的话 然后我在街边睡觉 真的是 恢复的感觉都不一样 跟帐篷恢复 完全是两个概念 如果帐篷一晚上能恢复 50%的生命值的话 这里就能恢复一晚上 100%的生命值 舒服多了 舒服多了 然后那个 余医生 做了早餐 可以在这吃个早餐 真的挺好的 真的 然后等一会儿早上再打一针 然后那个余医生的妹妹 她从哈密那边过来 还可以带了点药 因为这边的药的话 就是不是超级全 所以说的话 我等到药到了以后 再吃点药 可能明天就会好很多了 就这样了 现在呢 又把针扎上了 哎 真的是头疼 不过这两天教室吹好了 真的是 我打算继续迷等一会儿 迷等一会儿 万物生长靠太阳 我晒了会儿太阳 觉得好舒服啊 因为 卫生所那边 WiFi实在是够呛 就那种 咻缥缈的WiFi 我现在走路去服务区 那边有比较实在的WiFi 打算视频做一下 上船一下 哦 现在我感觉 浑身充满着能量啊 这个东西真的是 还是晒太阳舒服啊 我前段时间天天说 怕热怕热 但是真的 人这个生了病啊 有的时候晒晒太阳 一下子就好多了 至少说是我现在感觉 我这个步伐啊 比昨天要有力的多了 我昨天那个步子啊 都是飘着的 就跟那个两个腿啊 都是虚的 啊 遭此大难呢 严重影响我的这个旅行体验的 好好好 我要去服务区再打扰一下他们 我在那个服务区都混得蛮熟的 我呢到了一家这个饭馆啊 我以前在这吃过饭嘛 那个小哥认识我 他以为我已经走了 没想到我还没走 我一下子就成为了新英霞服务区 住的最久的人 在这个服务区住了三晚上 挺有意思的 我现在趁着这边 这边网速好 所以说把视频上传了 然后还可以看一看 看看后台 我给你们讲一个知识点啊 就是呢 我在的这个地方呢 新英霞镇呢 自来水 非常匮乏 价格 非常高 我知道这里的价格高 也知道匮乏 但是我具体的不知道 我刚才才知道 就是一方自来水啊 人民币 35块钱 你敢相信吗 就是我们正常的价格是3块钱嘛 但是在这里要35 10倍啊 10倍 我的天哪 真的是 长见识了 长见识了 我的话回 医务所了 还是继续回去 休养身体 就这样了啊 这呢 是我为了明天 出发准备的食物了 两罐八宝粥 明天早上喝一罐 然后明天早上吃一个苹果 然后这个 明天中午吃这两个 然后又买了一根 这个火腿吧 毕竟万一真的是饿得不行了 缺肉的时候吃这个 然后大量的水 这是一定的 每次的话 肯定都是要 赶紧两三公斤的水才行的 这是老爷子 给我买的牛肉干 偶尔可以吃一下 这个酥饼我还没吃 打算继续带着 好了 就这样了 在这里休息了两天呢 我也觉得差不多了 明天的早餐出发了 明天想的是 早上五点钟就走 早一点凉快 而且是下坡凉快一点嘛 不能说是搞到中午 或者是太热的时候 走也不伤也不舒服 再加上 明天是150公里左右 才能到路透圈子 所以说一定要早一点走了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晚上再打一针 这样子的话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以后一定要注意饮食的 真的真的 不能乱吃 不能乱吃 尽量要吃健康的 健康的 好了 就这样了 大家早上好啊 今天啊 花大风 但是是顺风啊 我终于从西西夏离去出发了 这个医生帮我开下门 你们看顺风 顺风外加有点狠风吧 先推出去 挂一下 好了 我要出发了 一下子拿一下 好 哎呀 哎 好 好的 非常感谢姨医生啊 好的 姨医生这几天对我的照顾 真的是 好的 没事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好的 好的 慢走啊 好 那医生我就走了 好 好 常联系啊 没心联系啊 好 终于该走了 这两天呢 雨医生真的对我很好 因为我吃的比较清淡嘛 必须 所以说 他家刚好也吃的比较清淡 我就在他家 跟着他一块吃饭了 今天天气非常好 我也呢 继续 跟着我的单车前进 为什么 我一上路以后就变成很疯了 还好只要不是逆疯就行了 刚才呢 是去了检查站 所有的车辆人员都要过去刷身份证 我也过去了一趟 现在继续出发 现在我距离哈密 还有189公里 距离乌鲁木齐还有768 这一段呢 国道312是没有的 只能上连货高速 交警也不会管的 因为没办法 只有这一条路 所以说尽量的靠边骑吧 这是路牌 有点和风 有点好好的骑车了 哇 终于到这里头没有风了 因为这个峡谷嘛 马上开始下坡了 好舒服的 终于等到了下坡 哎 这边啊 就是风 风太大了 这边啊 我尽 就是风大 外面风太大了 我找了个石头 这边躲一下 吃点东西 这边风太大了 一直把人 就像一只手一样的 把你往那边推 一直推 还好是一路下坡 现在是顺风 现在我居然混到了顺风 太爽了 真的不是跟你们吹啊 我当时心想的 给老子来个顺风做好吗 结果直接来了 这个真的是 你们看这个天 看到没有 一朵云都没有 大方都把云都吹好了 就有一种特别懒 好了 认真 骑车了 其实这路上的车不多 车现在不是很多的 现在我距离哈密 还有146 这边确实荒凉 我今天也没怎么使劲骑 因为是下坡 再加上这一阵子 好一阵子了 都一直是顺风 刮冬风 你看那个远处的那个风车 呜呜的转 哈哈哈 把我吹的好爽啊 真的真的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一路东风 要是把我吹到哈密的话 那我就功德圆满了 真的 现在天上有好多云哦 这种云应该是一大多云 然后被风吹的散开了 这种 这种地方啊 就抬头望望天都觉得很美 真的 就不说咱看一下隔壁滩了 这隔壁滩确实没什么看多 比那个甘肃那边要荒凉到好多倍 看看 带你们看看天就好了 哈 天上的云 很多人啊 生活在大城市啊 都没有看过这么辽阔的大地 这么蓝的天 这么白的云吧 是吧 我有一种真的老天爷在保佑我 让我一路顺风 直接把我淡到了哈密 那就爽了 你看你看你看这是上坡 你们看这是上坡 时速都三十 这是上坡 还在吹 还在吹 哇好爽好爽 你看 你看 时速是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舒服 好了下坡的话 我速度可能要到四十多 我的话要双手 开车 我现在啊就感觉 我挺幸福的 我至少说是有条路可以走 要古代人啊 丝绸之路的这些商人 我在讲的话 要是把我放到那 那下到这个隔壁滩里 然后给我给匹马 给个骆驼什么的 让我用那么个一个月 甚至几个月 来穿越这一片隔壁滩 哇 我觉得真的想想都是一件很难的事 而我们的古代人居然 就用这样的地方都要做生意 那好厉害啊 现在还是下坡 继续的是顺着风 好舒服的 现在呢 现在呢 我到了一个收备站 叫一安堆 一安堆 悄悄地飘过 好 继续出发 好 知道苹果什么时候吃最甜吗 就是这个时候吃最甜 哇 一口苹果咬下去 我能回到了一种果园的感觉 虽然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一棵树了 咬一口苹果 然后闭着眼睛 想象自己在果园 你们看茫茫的戈壁滩 想象一下 我在这里吃午餐 很有感觉吧 现在是12点钟 今天的午餐呢 是一罐八宝粥 一个苹果 哎呦呦别乱走啊 然后一点饼干 乱走 都要饿死了 找到一个餐厅 这里呢 就是大漠之中的豪华餐厅 我考虑了一下 还是别抬过去了 抬过去 我还得抬过来呀 太麻烦了 我去一下这个豪宅 哇 你们估计这辈子都没有在这样的地方吃过饭吧 我就带你们领略一下大漠风味 这全是沙子 一过来啊 这种沙子太多了 满嘴都是沙子 啊 哎 我就在外面吃 我就不相信 哎 啊这里啊 老板 就随便吃点这个好了 二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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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拉的色套 还得死给你做的去吧 你做的去 我给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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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一般 哎 吃饱了饭 这大饭店可以的 刚才有个大哥问 骑自行车的 我说对啊 从哪来啊 我说北京 他说到哪去 我说法国 那大哥愣了 我觉得以后人家问我我就这样回答 比较屌一点 哎呀 哎呀 车还在 车还在 一般的话没人动这种车的 动我这车干啥呀 那么重 全拿走也不知道 就准备出发了 继续出发了 我呢还有20多公里啊 就到骆驼圈子了 我打算今天就住在骆驼圈子 这样的距离哈密就50公里嘛 简单的很 而且只要出了戈壁滩就好了 我呢 刚才在网上订了一张票 不知道能不能抢得到 就是后天的火车票 想着看他们能抢个票去北京嘛 所以说去哈密太早也没什么意思 我在骆驼圈子修整一下 我现在下了高速 往右拐是骆驼圈子 今天呢就打算到骆驼圈子住了 因为这个地方距离哈密才50多公里 去哈密划不来啊 赶过去累死累活的 我不如在这住着 找个地方洗澡洗衣服 我先找地方 你们看一下 这什么 这可是一排树啊 我已经好多天没有见到这种树了 哎呀 现在朝着骆驼圈子走 我呢 已经住下来了 登记一下 这个地方还是我们四川老乡开的呢 是吧 高了半天跟我们老乡开的 你把过来给拿一下 拿开就行 三分在这里里头 我这里头什么配件都有啊 大哥哥哥 啊 车呢就停到这儿了 挺安全的 好了好了 开始洗衣服了 还是回房子里头玩 舒服 今天呢就住这儿 哇 空调开了21度 因为我今天下来的时候热死我了 真的是 洗了个澡 帅多了是吧 住在医生那儿呢 就是洗澡不是很方便吗 我有两天没洗澡 所以说 刚好好洗了一个澡 干净多了 现在把衣服全部都洗了 现在我距离哈密就50来公里 非常轻松 明天到就可以了 到了哈密以后 我就现在想办法要坐火车回北京 到了北京的话 就是把哈萨克斯坦那个签证 面签一下就好了 其他的材料的话 我那个代办公司都帮我做好了的 嗯 现在就是在考虑 怎么走鲜路啊什么的 肯定是我走走那个北江 就是 天山北面 就是走那个穆磊 吉姆萨尔巴利昆那边 我绝对不会走 那个 吐鲁帆 闪山那边的 因为那边太热 外加上有一个风区 我可不想去堵一把子 因为那个风啊 刮的特别大的话 是没法骑的 所以说 还是规规矩矩的走北边 带你们到那个北边看看风景 好吧 我打算休息一会 可以说是晚上 终于可以直播一下 跟大家聊聊天了 嗯 就这样了 早上好啊 我的话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了 而且昨天呢 用他们家的洗衣机 把我的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洗了 这样的话全身干干净净的 我呢是今天打算 就是到哈密 然后我又一个朋友 他朋友在哈密 我把所有的装备 单车之类的放到他那 放到他那以后 我下午的火车 坐车去兰州 明天的话到兰州 明天到兰州 以后休息休息 明天下午的火车 又继续从兰州到北京 这样子的话 后天到了北京以后 就可以开始去 面签这个哈萨克斯坦的签证 去排队 因为他必须 就是其他手续都做了嘛 就必须要有面签 比较麻烦一点 然后呢 这两天不是在考虑改线路的问题吗 打算走这个中亚 走中亚这几个国家 然后走伊朗和土耳其 所以说的话 考虑是不是 把这个吉尔吉斯坦签证 顺便一口气办了得了 这样子的 先到北京再说吧 这样了 我打算先骑车去哈密 这样干干净净的进哈密 早上呢 来吃一碗西饭 酒菜饼 茶叶蛋 小菜 车呢就放这儿了 吃完饭 进城 开搓 我现在呢 打算还是走小路吧 走这种国道小路走 走高速毕竟还是不安全嘛 而且那边没吃没喝的 没什么意思 我觉得啊 我现在对于我 这个快乐幸福的定义啊 有所下降了 就是 只要吃个好一点的早餐 身上穿的干干净净的 包里的话 衣服干干净净的 这样子就心里美滋滋的了 呵 再加上路好一点嘛 是吧 啊 很舒服 很舒服 今天也很凉快 至少说是现在非常凉快 远处的话 已经可以看到天山山脉了 可以看到天山山脉了 嗯 过几天的话 我就穿越天山脉 到这个 它的北边去 这一路的风景啊 港港的 呵 到时候带你们溜达溜达 这样子给你们看啊 是不是感觉很不错吧 继续出发了 我想早一点到 毕竟的话 我下午还有火车去北京呢 哈哈 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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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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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自行车和装备都放在他那放几天 没有问题的 而且那个地方离火车站非常近 非常近走路都可以到火车站 所以说我选择放在那 哈密挺好的 真的非常的干净安全 哈密真的很不错啊 在这个城市 各族人民要像石榴子那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我现在还有两三公里吧 就到那个头条网友的地方了 把车放到他们那边 现在我已经到了地方了 这个哈密市行政服务中心这边 我在等那个网友过来 想办法把车先放下吧 这边离火车站很近的 我呢已经把单车通过关节放到了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后面的这个停车场 这儿呢有个监控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在新疆非常安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我现在跟关节把装备 我来提吧 我提中的 我提中的 您拿这个轻的 对 您拿轻的 我拿中的 然后这两个轻的 这个轻的都可以拿 对 中的我来 这个也比较轻 好 稍微等一下 这个钩子 这个捆扎带我带上 放到这里 带一根吧 好 现在我跟关姐的话把装备放到她办公室 这边在弃墙是吧 好的好的 这样的地方非常安全 放个什么都安心 不可能有贼凑到这儿吗 对 我一路过来 什么都没见到多的 就见监控多 警察多 警察多 监控多 安保多 这样的很安全的 已经把贼都消灭了 好了 我认真提东西 我把装备呢 就放在这儿了 打算 过一会儿 把包里东西整理出来 带个包走 还把这个睡袋和防潮垫带 这样上火车用 我把东西都放在关姐那儿了 把该带的带上了 因为我买的硬做呀 如果说不好的话 那我不如找个地方 就是用这两个打个小地铺 可以休息一下 电脑也带了 现在关姐带着我去吃个饭 我看时间 现在是12点43分 哈密真的很不错的 我跟你们说 绿化的话 超过你们想象 就是不一定敢想 它这是一个戈壁滩 四周都是戈壁滩的一个城市 我跟关姐到了 这个一家新疆餐厅 江戈尔美食 我要吃抓饭 作为一个新疆人 我五年没有吃抓饭了 我们就两个人 两个人 找个辈子 找个辈子 我跟你说 新疆餐厅的话 一般都特别干净 特别干净 我们坐这里好了吧 坐这里 好 坐这里 好的 就要抓饭是吧 抓饭就行的 我呢 终于吃到了心心念念的抓饭 这就是新疆抓饭 配上几块羊排 然后我又搞了两块烤肉 两串烤肉 爽嘛 这才是真正的肉嘛 是不是 好了 准备吃 我给你们说一下 我们吃抓饭了 都要配这种酸奶的 新疆吃抓饭配酸奶 还有这种洋葱 然后胡萝卜条 好了 喝酸奶 我们以前呢 小的时候喝酸奶 然后在里头再加分泌 这样子就特别好 这才是真正的酸奶 像在超市里买的那种 就不这个东西 完全是两个概念 搞定 然后再来一杯奶茶 哈哈哈哈 尝一下 好久没喝新疆奶茶了 我们这边的奶茶是 就是牛奶加那个砖茶 砖茶熬 把砖茶熬的已经滚开了以后 差不多了 味已经出来了 把牛奶倒进去 搅一搅 然后再放点盐 就这样子 这就是新疆的奶茶 而不是说是那种什么 珍珠奶茶呀 什么什么那种奶茶 就是不是不是口口 也不是一点点 关姐呢 邀请我到他们家来 就是做客嘛 给我洗了好多葡萄 因为我很久没有吃新疆葡萄了 这个葡萄是他们家自己农场产的 它有一个很大的农场 因为 哇 真是甜 这个葡萄吃完就一定要洗手 不然的话太黏了 特别甜 含糖量应该百分之十几 十八左右 估计 哦好甜 它这个葡萄别看小 因为它没有打药 自然生长的就这么就这么大 要是说打一个盆大计的话 可能要是两倍 double 我刚才洗了个澡 冲了个凉舒服多了 因为我下午不是要坐火车走吗 打算在这儿 关姐家里头把那个视频做一下 然后上传了 这样子我下午就安安心心的坐火车去北京 很有意思就是 就是关姐家的葡萄和葡萄酒 那个坐房车的那个豪哥也吃过 因为前段时间豪哥来了 豪哥就在关姐家接的水接的店 好了就这样了 拜拜 哈喽 我的话在这个大姐家休息了一会儿 吃了点水果 而且我把两个视频都做了 明天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的是两个视频 有个视频估计能缠死你们 因为我五年没有吃这个抓饭了 真的太香了 大姐还给我点的是 就是肉超多的那种 害怕我不够吃的话 又搞了两个烤肉 大姐现在开车送我去火车站 我的话是6点41的火车去兰州 明天到了兰州呢 我在兰州休息休息 然后明天下午又从兰州出发 到后天的北京 就这样子 我呢 已经到了哈密站了 好快的 十分钟就到了 我现在进站安检 把安检这个搞定 哇这里的安检呢 跟机场一样严格啊 就是全身上下都得搜完帽子取票 鞋底都要检查 打算来取票了 好了拿到票了 我把两张票都取了 坐绿皮车了 这趟车是乌鲁木齐到重庆的 现在呢是6点45分火车已经开了 明天的话到兰州我估计扛得住 再怎么样子也比骑车骑100多公里舒服嘛 我中午吃的比较多哦 大姐给我点了三块肉 还有两串烤肉的那种 所以说晚上我都吃不动饭 随便吃点零食好了 大姐又给我打包了一大盒葡萄嘛 过一会吃点就好了 就这样了啊 哎呀还是火车跑得快啊 我这干一天火车跑一小时啊 我都能看到就是我熟悉的景象 现在呢我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要回北京啊 很多人他还是不知道 就是我要去的这个国家呢 第一个入境国是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呢从陆地口岸进去 就必须要办商务签 办商务签呢就必须要有邀请函 而邀请函的期限是三个月 包括你在哈萨克斯坦停留着一个月 所以说呢我从北京出发 就要拼了老命的骑车 骑到新疆 然后呢他这期间他发了邀请函嘛 咱再回过头来到北京 然后把那个面签做了 然后把哈萨克斯坦的签证拿到 这样子才可以 因为呢没有办法 这个就不想多说了 价格呢我也说一下 就是三千多块钱 金哈萨克斯坦呢 是我们应该能办到的签证里 算是最贵的了吧 最贵的三千多真的 外加上来回的路费吃住 耗的精力 费用就达到五千左右了 真的是非常昂贵的 五千块钱你可能在这个国家待一个月 看到那边的分店了吗 那边那条路就是我走过的路啊 我要走一天火车一会儿就到了 现在再看一看我来时的路啊 看去那条路 关姐呢又给我打包了一盒 她的葡萄 没事干吃着玩的 还有李子 李子可以 很好啊很好 顺利就好了 那你回到北京 我们还是一样可以联系啊 我今天距离这个西宁大概还有八九十公里吧 我跟老爷子呢 也是现在还是照样天天联系 从早聊到晚 老爷子的话 现在是距离西宁啊 还有八九十公里了 他的话前几天去了墨高窟 这他朋友圈 在墨高窟 现在他到了西宁以后 他就要去这个青海湖嘛 这样子老爷子西北之行的任务就完成了 他就要往海南回了 回海南了 很强大 我们在这一块吃这个葡萄 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早上好 现在是七点十九分 我昨天晚上呢 在这里底下把我那个水垫铺开 钻到里头睡了一觉 还真的是比较舒服 个子小也有好处的 嗯 大家吃个早餐 现在到了五威了 这个我骑了这么多天啊 这一晚上火车就到五威了 等到还有五个小时吧 三五个小时 然后我就到兰州了 兰州休息一会儿 下午继续转车去北京 就这样了 终于到兰州了 我现在呢 出了站以后坐三十一路公交车 有一个就是头条网友 他在那边等我 说跟我一块吃饭 所以蹭吃蹭喝 因为我下午火车到北京嘛 所以说到那边的话去玩一会儿 给手机啊 给这些所有的电 充个电 好了 继续出发 到了到了 就在这儿等他就好了 然后我们去吃饭 好了 我跟蜗牛已经见面了 我们两个现在搭车去吃饭 我们来了一家 这边老字号吧 还是比较出名的 叫德祥楼 吃饭了 吃饭了 点了四个菜 先来 这是一斤嘛 一斤的羊肉 然后这个是那个加沙 对我们先吃饭 昨天吃新疆羊 今天吃的是甘肃的羊肉 我觉得甘肃的羊肉还好吃 还是新疆的好吃 我还没尝 我觉得甘肃挺好吃的 这个蒜的你蘸一点 你们甘肃这边属于是白水煮吗 对对对 就说吧 新疆那个我在那个 那面里倒点醋 要把人托住了 拌一下 等一会儿啊 那一出来你爸妈怎么说的呀 这是我应该喝的一路上最好喝的三炮台了 冰糖这么大块 说实话 这边这三炮台真的是很有奖励 正是八星的三炮台 对啊 这都放的东西也太多了吧 其实它的料还少了 我们一般都有加那个 过去有的 玫瑰花 玫瑰花瓣没有 就是刚包包的那种 嗯嗯嗯 还有那种 还有那个 核桃 核桃 对 三炮台真的是挺麻烦的一盒 这是茶树菇炒芹炸 对 吃羊肉 来 这把羊肉吃 必须得把羊肉吃完 他们这边羊肉 挺好吃的 也跟新疆比也差不多 差不多吧 我们去过什么地方 对 新疆比差不多 新疆他昨天那个我吃的那个羊肉 他就是那种 就是做抓饭的时候烤过的那种的 他这个是你们水煮的嘛 但是这边羊肉要放蒜 好香 我们吃完饭了 出来溜达溜达 哇 这个楼挺高的 你看在这个西北有这么高的楼的 好高啊 好 走 我们现在去找一个地方坐着喝茶 然后有网络的地方 我可以把视频做一下 兰州这在修地铁吗 一号线已经通了 哦 这在修地铁呢 挺好的 挺好的 现在修的一号线二七 我当年来的时候就没有地铁 很多年前来的 这个楼好高啊 我跟蜗牛呢找了一家新马克 这边可以把电链上 然后赶快把这两天的视频吧 坐完 坐完也会上船调 我是下午五点钟的火车 继续出发去北京 现在才一点半 所以说我需要在这玩两三个小时 好了 就这样了 现在呢是五点半 我又坐上了火车去北京呢 我一上车 那边门口都堵满了人 都是没有票的 哦 不是没有票 是没有座位的 我一看我有个座位已经很满足了 已经就是瞬间一下子不奢望 能补到握补票了 这种感觉就是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 还有座位 还有座位 嗯 还好的话我中午吃得很好 让我美滋滋的过一天 就这样了 我又要在这儿发呆了 虽然呢鞋底没有买到握补票 但是我有座位 就已经感觉到很幸福了 之所以这样说呢 是因为你们实在是不知道 这个车里有多少人 太吓人了 我真的是第一次遇见那样的情况 真的是 我都不知道这个铁路系统 到底是怎么卖票的 实在是让人家完全没有任何体验感 带你们去看一下 带你们去看一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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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一半 哇 这样子已经过不去了 已经过不去了 有点 带不进去啊 啊 啊 我不去 堵到什么概念 堵到就是餐车都过不来 卖水的都过不来了 甚至说是以前不是坐火车有点那种 卖什么特产的呀之类的 他都不搞这个了 就这么堵 真的是 昨天晚上我坐的那个我就觉得人挺多的 就跟今天这一比啊 昨天那叫空旷 哎好吧我今天就只能在这坐着睡一会儿了 现在下了火车了 哇真的是坐两天火车比骑两天自行车还累 太累了太累了 我现在要过去 做那种什么三百的内环吧什么的 朝着朝阳公园那边走 好了 好了我终于住下来了 就住在 哈萨克斯坦大使馆附近 这边有一家青年旅社 我刚才洗了个澡啊 真的是感觉好多了 坐两天这种硬坐的火车啊 真的比骑自行车还累累的好多啊真的 你坐硬坐的 而且那个就是西宁 对我坐硬坐来的 那个西宁啊到开往北京西的这双车 真的是太坑爹了 我就有一种感觉 就是他有一百个座位卖了一百五十张票的感觉 晚上啊到处都是人 到处满地下躺的都是人 然后包括那个厕所都被人占了 就你一点办法没有的 然后最后好 有将近两个车厢的人吧 两三个车厢的人 只用一个卫生间 其他的那种卫生间都被 就是被人给占领了 他在里头坐着 把行李也放到卫生间里头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哇真的是太痛苦了 我觉得在这个点啊 就是高峰期啊 坐火车尤其是坐硬坐 真的是对人类的一种考验的 我的话现在住在这儿 刚才跟那个就是 给我代办公司签证 那个美女聊了一下 让我明天早一点去 因为那个哈萨克斯坦 大使馆他办事效率非常满 非常满 嗯 我可能的话就是 三点钟吧 就应该可能会去那排队了 然后呢 他又要准备80美金 就是如果说你签成了 你还要给他们再交80美金 哇这个 这个国家的签证 真的是我们中国人能办到的 最贵的最贵的 这个国家真的是太 不想吐槽不想吐槽 我呢 现在想要吃个饭 哎 好饿啊 这几天真的是没有吃好 没有睡好 睡醒了睡醒了睡醒了 别把我拍上啊 没事没事 把我要拍上吧 说明那个你的路上还有我 对对对 哎 那个这附近哪吃饭 我会告诉你了 我都要点外卖 点外卖 别忘记溜仔鱼开了 大家给你们看一下啊 哇 哇这雕很好啊 看那雲 啊 好有感觉的地方啊 不错不错不错 啊 我好喜欢这个地方 好了 我要出去弄点吃的 晚上呢 就随便吃了点 这个咖喱牛肉饭 一个套餐吧 再加点沙拉吃一下 还有可乐 这份的话 38块5吧 北京的物价还是高啊 嗯 味道还不错 我呢 采购了一些吃的 一个三明治 然后一个金香鱼的寿司卷子 一个酸奶当早餐 哎 洗衣服的人呢 走到哪都要买一个来月亮了 再来两瓶水 好了吗 好了 OK 真的是舒服不如躺着啊 而且我这个躺着是没有轰隆隆的火车摇晃的感觉的 哎 现在是八点多 我就这样子一直躺 休息 等到两点多 两点多的话 我就骑个小车就过去了 真的 打算三点钟等到早上九点钟等六个小时 上帝啊 应该 会保佑我成功吧 我这么辛苦 他要不成功的话 就多尴尬是吧 花这么多钱 这么多代价 应该可以成功的 放心放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了 哈喽大家好 鞋底呢 今天是早上的时候 在客栈研究了一天的线路 然后呢 我把这个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签证都搞定了 基本是搞定了 钱也交了 然后资料也递交了 因为他这两个国家是电子签证 只需要把我的护照的照片 还有这个身份证的封印件 还有就是电子党的这种照片 交给这个代办公司就好了 所以说的话 他们随时就可以给我出签 大概也就是三四天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说也不担心 因为这两个国家相对来说 对我们中国人比较友好啊 好了 我呢下午的时候又去买了点装备 因为不是现在改了线路了吗 改了线路以后 我可能就不去乌鲁木齐了 我直接就往南江走了 因为要去喀什那边出境 所以说的话 在北京的采购 可能算是我的一次大采购 所以说我又买了点装备 给你们看一下吧 首先呢是买了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袋子 这个袋子是 那个皮花亭的装备 这个袋子比较好了 可以绑在我的后座的那个车架上 而且是防水的 防雨防尘 而且比较简单 容量非常大 有40升 把冬天的一些东西就放到这里头了 这样子我也比较安心一点 然后你们也知道 有时候我做那个 住在帐篷里头 他没睡袋 我没有灯 我就买了个灯 这个灯的话是装三节电池 可以用60个小时 然后呢 天气又冷了 我可能是 在这边采购了一双手套 打算戴着 等到了那边以后 可能就是再过一段时间 可能就会冷嘛 这个手套是防水的 就是有一定的防水能力 这是一条裤子 就是里头也是抓绒的 比较暖和一点吧 然后冲锋衣 这冲锋衣我穿起来还是比较帅的 因为我的身材不是那么很 就是特别健壮那种 所以说买冲锋衣也不好买 就买这种冲锋衣的话 就是比较穿起来好看 然后买了一件抓绒 充电宝呢 我的话下单子 又买了一个充电宝 还一就是两万的 好而食的 然后是两个捆扎带 我害怕我那两节捆扎带 万一坏了怎么办 所以说我又买了两节 打算备用 这个呢 是那种就是扎带 打算带着 我万一有问题了 就可以用这个扎带捆绑 然后绿联的充电套装 再买了一个 然后闪迪的这种64G的这种卡 再买了一个 这个呢 是这个gopo的收纳盒 因为我的gopo有的时候拆下来的话 还是要找个地方收纳的 我还买了一个gopo7的这个镜头盖子 就是这个镜头上面有个盖子 我买了一个 它的话应该是明天到 从这个深圳发过来的 它走的是顺丰的空运 我呢今天呢是好好的研究了一下线路啊 包括这沿途国家的这个情况 什么分土人情啊 多少人呢 然后怎么走啊 所以说现在呢给大家讲一下 反正签证的事情已经搞定了 而且除了哈萨克斯坦 其他几个地方都挺好办的 到了伊朗的话咱免签 所以说比较舒服 我给你们讲一下我现在的这个想法啊 就是如果说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如果说你的亲朋好友啊 在这些国家呀 是不是 一定要记得联系一下我呀 能帮则帮啊 是不是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的线路啊 是走我们哈密开始 到图洛藩 然后走这个巴因郭勒蒙古自治州 就是库尔勒啦 走到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呢 在走喀什 喀什地区呢 放大一点 走这个乌恰县这边有个口岸 出去 就可以到达吉尔吉斯斯坦了 吉尔吉斯斯坦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城市呢 叫奥什 可以在这里修整玩 或者是到这附近去溜达都可以 反正转一转嘛 感受一下 然后就可以进入这个 乌兹别克斯坦 到这个一路往这边走 到塔什干 因为我认识了一个网友啊 他在塔什干待了将近一个月 半个月 然后呢他给我讲 在哪住比较好 因为靠近土库曼大使馆 这样子 我在这儿就可以申请到 土库曼斯坦的过境签 就在这儿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 就可以到土库曼斯坦的那个边境了 五天时间想办法就是骑过来吧 只要进了就可以进伊朗嘛 只要是进了伊朗 因为我们中国人是伊朗免签 也不要钱随便进 而且时间待的还比较久 可以随便在这儿玩 到这个就想的是 就是近期啊 努力赶快到这个叫德黑兰地方 到伊朗 这样子比较潇洒一点啊 至于以后的线路呢 那是以后的后话了嘛 现在就往这个方向走 就这样子 有一点呢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伊朗呢 就是从上个月 7月多份给我们国家的新政策 就是我们中国人进去啊 不但免签 而且还不给我们 护照上盖伊朗的这个就是 就是张子 这样子的话 我们护照上没有伊朗的张子呢 我们就可以很安全的 很舒服的去申请西方国家的这种签证 所以说这伊朗也是比较仗义了 所以说现阶段咱就是 登登登登登 2000公里左右 到达喀什 然后再登登登登登 到达伊朗的德黑兰 这是 现在是两度计划嘛 装备的话已经被骑了 就是 因为这一段的话 说冷不冷 说热不热 是不是 说很冷它也没有很冷 骑车的时候也 也不需要穿的特别厚 也不是说是去那么极地登山之类的 所以说差不多的就够了 再不行的话 人家城市也可以买嘛 至少无所谓 好了 就这样子了 希望大家呢 能继续多多支持鞋底的骑行 然后我的视频呢 依旧是每天下午6点钟更新 希望你们能看完以后多给我评论 然后点个关注 也可以点个赞 多转发一下 我一个人骑车呢 也不容易 真的 做纪录片更不容易 希望大家的支持吧 好了 就这样了 哈喽 早上好 我呢是把所有的装备都收拾好了 早上的时候把邮寄也做完了 还直播了一会儿 然后卡丘莎过来找我 我们两个出去 溜达溜达 吃个饭 因为我不想在火车站附近吃饭 那边的饭又贵又难吃 还不如在这边吃个饭再溜过去呢 就这样了 离开北京之前呢 找一个本地人吃炸酱面的地方 就是不去那个游客吃的了 我估计又贵 他这个炸酱面还是这样子的 跟刀酱面一样的感觉 挺有意思的 尝一下 这应该是山西和北京的结合版 我再稍微放一点辣椒 我再稍微放一点辣椒 嗯 这种刀削的炸酱面也挺好吃的 味道挺好的 我不是吃的一碗鞠子是25吗 这个一份是14 加一颗卤蛋两块 一个豆干一块 一份是17 现在呢我们两个坐地铁 去火车站了 卡丘沙他过来送我 因为我又买了个大包嘛 里面有好多行李 正在处理 请勿离开 请再出票取走 两张票取了 走 从这里 从这里 好好好 那就这样子了 麻烦 因为我上去我也进去 到了 好多人呢 好多人呢 我打算找个便利店买点东西 现在要检票上车了 我东西好多啊 我先让他们先走啊 我都不着急 慢慢上吧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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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坐上卧铺了 这个 现在12点45 鞋底也算是过上了好日子呀 再不用坐硬座了 哎 还是睡卧铺舒服 我回来的时候 可是坐着硬座啊 现在是坐卧铺 终于买上票了 明天是7点钟 我就到兰州了 这里也是比较特快嘛 可以坐起来一会儿 嗯 这两天好好休息一下 3号了就可以上班开工了 开工了 等会要去把袜子洗 好了 就这样了 这个空调 就跟那个不要钱一样的 哦 好冷啊 我的话都必须要 盖着被子 就这样子都感觉好冷 哎 看来上铺不是随便能躺的 就是冷啊 晚上呢 我就吃一个 这个叫做 河南产的吧 应该是 南街村的麻辣凉面 这个在这个太原的车站买的7块钱 然后再配上一点 这个老爷子 给我买的这种牛肉干 然后蛋黄酥就好了 又要问我为什么不吃火山上的盒饭呢 是因为刚才盒饭来了一个 我说你给我放下吧 我来给你结账 我说多少钱 他说50 我一听我说我是不是耳朵出问题了 这个绿批车的盒饭都涨到50了吗 然后于是乎我赶快搞了一个这个纸 我呢刚随便吃了一点 我本来以为想要吃一个20块钱30块钱的盒饭当晚餐的 结果这个悉宁这个列车端都不给机会啊 他这来来回回的推的盒饭啊都是50的 50块钱 一下子把我三观都毁的差不多了 这个这个动车不是才50块钱吗 这个绿批车都能卖50块钱那盒饭了 不过有个好消息啊 是我前面不是参加我们那个西瓜的那个作者的培训吗 我不是获得了这个叫做进步学员啊 他要奖励我们500块钱500块钱 我过了两个多星期了 我都以为忘了这个事了 结果突然告诉我说到这了 我来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啊 好了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后台 我本身的话是可以提现的是1300多块钱吧 本身是1300 然后突然一下子增加了500块 这一看就是头条给我奖金到了 呵呵呵呵 我在盘算着这1800块钱是怎么花的 呵呵呵呵 我看一下今天是52天 哦52天做这个 真实的真实的就是说是靠这个流量的广告的收入 应该是1300块钱左右吧 还有就是我这1300块钱 其中还有将近300块钱 500块钱是打赏 500块钱是这个奖金 就这样子 哎不对不对不对 600块钱奖金 因为我曾经参加一个西瓜视频的活动 他还奖励了我100 我那个视频拍的比较好 他奖励了100 所以说600块钱的奖金 然后300块钱左右的打赏 就是赞赏作者嘛 5块10块的15的 就是有些这个粉丝给的 大概真正的靠流量 就靠播放量给我的钱大概应该就是900块钱 两个月左右900块钱 其实 慢慢来慢慢来 好了好了 打算等一会儿在这里底下把这个视频做一下 睡一觉 哇这个地方真的太冷了 跟你说 还好我刚买了个抓绒的衣服 我过去打算把抓绒的衣服穿着 太冷了太冷了真的 我都害怕感冒 他一定是 我觉得他之所以把这个空调开的这么冷 就是因为他想卖他的那个特别好吃的 牦牛肉盒饭 他一直说我们这个牦牛肉盒饭特别好 特别好 多少钱50 然后他就不卖别的盒饭 好了 拜拜